他恐怕几个助理都不够用 他助理也只能怎么样 帮他做复制贴上复制贴上的动作 他真的没有办法查到应该要查的资料 反而有的时候 像以色違背自动化 或者像刚刚同学问到说筛选条件 比如说你有好几篮的 都要大约板之 其中一个有大约板之五 就把资料捞出来 其实可以用筛选 我印象中各位可以试试看 可以录下来看看 这样有多条件筛选的 或者是说一般我们会用 最多是用C code里面的select 后面有个会儿 会儿哪个栏位 文字的话用like 如果你是数字的话 就可以大于等于小于 那个范围都可以去制定的 如果有多条件的话 你可以再加上and是连期 偶尔是交期 一个是and是交期 然后偶尔是连期 就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去查到 那当然十类语法还不止只有这些 里面还有很多 你们可能比如order by group by 或者是说你要最前面的top top 10之类 它都有很多的相关语法 所以相关的 因为坊间单独提到select 语法然后又写的比较好的 我看都比较少 大部分都会把select 语法当成一个技术来看待 它就是其实现在相关的书籍都写的太太硬了 对一般来说其实都不太好入手 我不知道如果各位有时间 或者可以再到那个重新栏路上面 看看有没有相关书籍 你就找一下seql 那如果说没有太多时间的话 你可以先从那个assets 等待相关书籍 assets可能会比较好切入 那assets里面我讲过就是 你可以资料表跟查询 尤其是在查询这一块 如果你要查大量 筛选大量资料的话 用这个查询功能其实就非常好用了 OK大概是这样 请各位再稍微练习一下 就是跌幅这些格式 我想各位再试着把它做出来 OK这是问题16的延伸题